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菲英 今天的影片是為了要配合上一支教大家輕鬆挖取比特幣的影片 所以要教大家的是如何創建屬於自己的虛擬貨幣帳戶 如果還沒看過這支用筆電和手機輕鬆挖比特幣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點擊右上方的資訊桿先進行觀看喔 好 那我們開始吧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虛擬貨幣的帳戶 虛擬貨幣帳戶就跟我們平常使用的銀行帳戶非常的相似 只是它每次收款的錢包地址都不一樣 所以收款前需要去自己的交易所 複製自己的虛擬貨幣錢包地址給其他人才有用 這個也是為什麼虛擬貨幣又叫做加密貨幣的重要原因 等等也會教大家如何收取和發送虛擬貨幣給別人 那在教大家創辦虛擬貨幣帳戶前 先跟大家講一下判斷交易所可不可靠的三項可能要不太準 交易所就像是我們的銀行一樣 所以找一個可靠交易所是非常重要的 OK 各位 如果你對如何判斷交易所的可靠程度沒興趣 只是想辦一個虛擬貨幣帳戶的話 你可以直接跳過這段沒關係 就直接到辦虛擬貨幣錢包片段喔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判斷交易所的可靠程度有三項客觀的衡量標準 分別是 1. 創立時間的早晚 2. 交易量多寡 3. 是否有資金吸引托這三點 創立時間早 交易量大 而且有資金吸引托的交易所 是我認為比較可靠的交易所 相反的 就是可靠程度比較激動的交易所 為什麼呢 那這邊我們分別做解釋 第一點 創立時間的早晚 因為每一波虛擬貨幣價格上漲 除了吸引投資者 也會吸引新的交易所業者投入市場 那相反的 加以下跌 就淘汰許多的投資者和交易所業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 幣價漲跌就是生態系 弱肉強食的循環機制 所以創立越久的交易所 代表經歷過越多次的幣價漲跌起伏 或是駭客攻擊的考驗 因此 會比剛創立的交易所更可靠 OK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交易量多寡 交易量越大 可能賺越多錢嘛 那交易量大的交易所 用戶通常不會太少 理論上 也就能賺越多錢 在面臨類似駭客攻擊的狀況時 有賺錢的交易所 賠得起用戶的損失 那沒賺錢的交易所 就自身難保囉 可能就只能夠直接倒閉 或是就只能請用戶 共體時間 那最有代表現例 是日本的 Coincheck 交易所 這家交易所 在2018年 被駭客駭走了 等之於159億台幣的多種虚拟貨幣 這個是歷史上損失金的最高的交易所 駭客攻擊事件 然後 Coincheck 當時已經是日本交易量第二大的交易所 所以他們選擇自掏腰包 賠償所有用戶的損失 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 交易量多寡 還有有沒有賺錢 對於交易所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點 是否有資金信託 有資金信託 財產才會有保障 除了創立先早晚有沒有賺錢之外 交易所把用戶的資金放在哪裡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傳統金融金融手上的資金是要政府監管 但是交易所沒有啊 所以 有的交易所會替用戶的資金額外保險 這樣即使交易所倒閉 帳戶內的新台幣也不會有損失 也就是所謂的資金信託 但是 交易所將資金做信託 其實有好有壞 有資金信託的交易所 用戶如果想從交易所中提領出新台幣 通常會花更久的時間 這個是因為 新台幣不是直接由交易所掌管 而是因為 交易所的錢是由資金信託所掌管的 而且虛擬貨幣的交易市場 相對於傳統的金融市場 仍然有一些監管的漏洞 因此 銀行會更嚴格審查每筆金錢的前後流向 避免自己成為洗錢的共犯 以上是三項標準 那根據上述的三項可能的標準 就能挑選出可靠交易所了 當然還有一些相關因素 會影響我們選擇交易所的原因 像是手續費或是操作介面 看起來爽不爽 這些都是我會進行考慮的 但這些都是比較後面的思考了 還是希望在尋找交易所的朋友 是以前面三項可能的標準 進行優先思考 OK 接下來 就進入我們 教導出貨創建虛擬貨幣帳戶的時間了 我個人使用的虛擬貨幣帳戶是 BeatleEX的 那這間交易所在2014年就創立了 在台灣是前五名的老牌交易所 重點是因為它可以直接在超商購買虛擬貨幣 所以我才使用這間交易所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你要辦一個帳號 這間交易所的網址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中 第一步是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把你想要的帳號密碼輸入進去 第二步是進行信箱做驗證 你可以在打完信箱之後 到信箱看到我們上方這篇郵件 然後點去做一個驗證 點完之後你就會到最後一步 手機號碼驗證 手機號碼也驗證完後 你就有屬於自己的虛擬貨幣帳戶了 這個非常的簡單 那我們註冊完後就會進到這個介面 但是如果你要進行買賣虛擬貨幣 還是要先進步身份驗證 我們按會員設定 按下身份驗證 在這裡你會看到所有你會需要的東西 有分成CBA 你一開始註冊完就是C等級 當你把需要的東西 C等級要的是E-mail 手機號碼 B等級要的就是你的基本資料 A等級要的是你的銀行帳號 你把這些弄完之後大概一天 你的帳戶就開好了 非常的快 接下來我們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做虛擬貨幣買賣 還有如果收取別人給你的虛擬貨幣 那這邊我們先看到我的錢包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TWD 也是信貸幣是零 我等一下會做一下買賣給各位看 那買的話我就不做介紹 因為買比較需要的是你驗證完 之後你就可以用銀行轉帳 或是你幣多現金帳戶 現金帳戶就是用你目前在你的錢包裡面 所擁有的TWD來直接做買賣 那我直接賣出虛擬通貨給各位看一次 因為我目前有的只有USDT 這個是我們的泰達幣 反正就是幣種的一種 像美金一樣 我現在直接賣一次給各位看 那我現在假設 我賣出3好了 那這邊可以獲得金額就90 那我賣個4 虛擬通貨數量小於10 好那這邊他至少賣出10的虛擬以後 那我們就賣出10 按確認送書 好然後進行簡訊驗證 輸入你的簡訊密碼 驗證完 你在你的帳戶中 你就可以看到 錢已經進到我們的新台幣裡面 你就成功賣出了 至於如何收取別人的虛擬貨幣 也不難 我們先按下我的錢包 然後按下錢包地址 把你這串地址 發給那一位 要送虛擬貨幣給你的人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發送虛擬通貨 也是相反 你要跟他收取他的錢包地址 然後轉出數量 全部打一打 就可以把虛擬通貨發送給那一位 你想發送的人了 最後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收到虛擬貨幣 並且賣出之後 錢怎麼樣才會轉成我們真正可以用的錢 轉回到我們帳戶呢 那我們先回到帳戶中欄 然後按下提領鍵 你就會把錢提領到你在當初會員設定時 所設定的銀行帳戶裡 你看你要提領多少錢都可以 但是這邊可以看一下這個注意事項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不要說 為什麼我提領怎麼錢沒有馬上來 因為他提領都是有一定的時間限制了 所以不要造成客戶麻煩 然後也不要去打申訴 OK 相信大家都是有素質的 這是最簡單的方式 當然還有很多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但是我這邊今天給各位示範是虛擬貨幣的錢包 還有帳戶是如何設置的 如果你是喜歡做交易的 建議你去Beatle的Pro或是其他的交易所做設置 但是別忘了 一定要注意我們選擇交易所三點 這樣才不會一不小心就遇到 被平台給弄掉的狀況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遇到這個狀況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英 我們下次見